现在最大的困难 找工作吗 一毕业去失业 我在法国学的东西 在国内实习的时候 根本就用不上 发现很多东西我都不会 面试我也没什么面试技巧 后来我的信心 就是一步一步被击垮 欢迎来到面试现场 找工作的时候 最看重的三个点是什么 就是 行业的规范你熟悉吗 我 他内心知道在自打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抗压的人吗 我是一个抗压动力很强的人 那你为什么来真的面试 完了 我什么也不会 他们问的那些 我什么都没有想过 我觉得阿古达 其实他内心是缺乏一些自信的 我很希望他能多那十分的自信 阿古达准备好了吗 超级有气场 我们的职场 跳家人 阿古达小姐 那好漂亮 我昨天不是有说到 要提升你自己的自信吗 我要为你准备一个高人 为你指点一下 面试没法的 在你的自我介绍当中 加一段故事 这个期望的部分 说一句两句OK 从兴趣爱好开始 把自己的兴趣爱好 变成优势 深呼吸 不断地给自己 积极的心理暗示 请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